各位你記得上個禮拜我在節目上講 很簡單嘛 國民黨為什麼要拍一個副主席夏立元去大陸 被人家賣一天猛紅 愛去投降去幹嘛 不是啊 要有人做啊 各位你記得上個禮拜我在節目上講 很簡單嘛 國民黨為什麼要拍一個副主席夏立元去大陸 被人家賣一天猛紅 愛去投降去幹嘛 不是啊 要有人做啊 現在 現在都在驚演 現在台灣的魚 水狗 很多東西都賣不過去 沒有聯絡管道 交流管道 溝通管道 統統沒有 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上任以來六連都完全沒有管道 國民黨還有一些過去的關係 所以他的副主席去 他想說我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嘛 有人去 你還要猛紅他 對不對 我講的東西最公道啊 夏立元以前是外交官 他在外交官當了三十幾年 後來人家講說這個人非常傑出 民進黨政府故意把他調去印度啦哪裡 一些跟台灣關係沒有那麼密切的國家 那他們好的外交官 優秀的外交官都到 美國 日本 歐盟 歐洲 這些 他們故意把他調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你知道嗎 但是他也不氣味 因為他是事務官嘛 後來馬英九政府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台灣很多軍事部門跟外交 涉外的這些東西都非常有關係 所以讓他去當軍事部門的副部長 後來又讓他去當陸委會的主委 各位 他的歷練算很成熟了吧 就一個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來講 一個領導人他負責什麼樣 軍事 外交 兩岸 夏立元都負責剛好就這一部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成熟的一個人才啊 那大家看到國民黨拍他去 他變蒙 但是要有人去啊 各位 我講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啊 就跟張安瑞的想法 你說什麼人不好比 比一個黑道大哥 黑道大哥也比民進黨有情有義啊 民進黨是一個詐騙集團 可是當他的投票給他的那批人 棄人那邊 被人家害了命 被人家騙了錢 被人家限制自由 被人家指定你要幫我們做詐騙的附水 附屬水組織 結果呢 民進黨無法可施啊 雙手一推 那現在有人去幫忙了 他還要講東講西 這就是我們所看不起的